殷嬌并未反周,只是与江子牙为敌,为何也被杀死?原始天尊为何如此安排?最后一个原因你肯定想不到。这里是谈古道今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在小说《风神演义》当中,昼王的两个儿子,殷嬌和殷弘,可以说是两个悲剧人物,从小就被父亲昼王追杀,长大之后还成为风神榜上之人。 不过,殷弘是因为逆天行事,没有遵从师父赤精子的吩咐去帮助江子牙,反而去助纣为虐,这才被赤精子用太极图杀死。 也就是说,殷弘是逆天而死。殷嬌和殷弘不一样,为何最终也被杀死?原始天尊为何如此安排? 殷嬌似乎并不该死,这几件事上似乎能证明。 其一,殷嬌和殷弘下山的目的虽然相同,但是心态却完全不同。 殷嬌和殷弘下山,目的都是为母亲报仇,这一点是相同的,但是殷弘在下山的时候,所谓的发誓,是在赤精子的迫使之下所做的事情。 既然是被迫的,那么心态自然就是不相信的状态。 而殷弘虽然也发了誓言,但是其发誓的心态却是自愿的,也就是没等师父广成子说出来。 自己就先把誓言说了出来。 对此,在书中第六十三回《申公报》说《反殷嬌》中是这么写的,广成子曰,徒弟。 你写著,我有一事对你说,无将各宝尽负于你,须是顺天应人,一东进五官,辅州五星调民罚罪之师,不可改了念头,心下孤怡,有犯天谴,那时悔之晚矣,殷嬌曰,老师之言差矣。 周五明德圣君,无妇荒淫昏灭,岂敢错认,有辜失讯,弟子如改日前言,当受离除之恶,道人大喜,殷嬌败别师尊。 其二,在面对《申公报》的唆使的时候,殷弘是意志不坚定。 而殷嬌却是不为所动。 殷弘下山,被《申公报》的一番话说动,进而使得自己成为了封神榜上之人。 但是当《申公报》用同样的话语来唆使殷嬌的时候,殷嬌不仅不为所动,甚至还有点厌恶《申公报》的感觉。 于是,《申公报》一记不成,又生一记,利用殷嬌和殷弘之间的兄弟感情,终于让殷嬌的有所动摇。 不过,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之下,殷嬌依然是不完全相信《申公报》的话的,因为在书中是这么写的,殷嬌甚是疑惑,只得把人马催动,竟往西齐,一路上审淫思想。 吴帝与天下无仇,如何将他如此处置,必无此事。 其三,殷嬌只是与江子牙为敌,并不是与西齐为敌,算不上逆天形势。 当殷嬌带着疑惑之心前来找江子牙求证的时候,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画面。 一向睿智的江子牙,居然没有向殷嬌解释清楚殷弘的死因,而是直接表示彼此取死,与我何干? 正是这句话打破了殷嬌的底线,终于使得殷嬌最终成为了与江子牙为敌的人。 只是,殷嬌只是与江子牙为敌,并不是与西齐为敌,算不上逆天形势。 虫子天下这样说,其实也是根据书中的描写来判断的。 对此,书中是这么写的,若是江子牙将无地果然如此,我与江上势不两立,必定为地报仇,再图别意。 上面这句描写,是殷嬌还没来到西齐之前内心世界的描写。 从中咱们不难看出,殷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弟弟报仇。 而所谓的再图别意,不排除殷嬌继续帮助昼王攻打西齐的可能,但更大的可能是殷嬌在杀死江子牙之后,主动到师父面前请罪,或者是到西齐请罪。 至于后果如何,殷嬌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从上面几件事,咱们可以看出。 殷嬌的目的,其实一开始很单纯,就是想知道自己的弟弟是如何死的。 从这几件事上来看,殷嬌似乎并不该死。 只是,没有任何人明确告知殷嬌其中的原因。 这才使得殷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封神榜上之人。 其实,这一切都是原始天尊事先安排好了的。 只是,原始天尊为何如此安排,殷嬌和殷嬌不一样,为何最终也被杀死? 个人觉得,原因有可能如下,其一,彻底断了昼王的后继之人。 在小说当中,昼王只有两个儿子,那就是殷嬌和殷嬌。 在他俩小的时候,昼王可能还不会感觉到什么,但是当殷嬌和殷嬌都长大之后,当苏打几作为妖怪,不可能再给昼王生孩子之后,殷嬌和殷嬌就成为了昼王最后的希望。 现在,虽然殷嬌和殷嬌不一样,却也被原始天尊安排进了封神榜,就是想让昼王彻底灰心,彻底断了昼王的后继之人。 其二,好让深宫暴继续缩使结教的其他人。 假如深宫暴缩使殷嬌不成功的话,那么深宫暴又怎么会有积极性继续去缩使其他结教的人呢? 所以,本来似乎并不该死的殷嬌。 为了原始天尊的所谓的封神榜,才最终也被杀死。 依据事实,说出真实的感想。 感谢您的阅读,欢迎关注《虫子天下》,看更多有态度的原创文学点评。 如果你同意《虫子天下》的点评,希望能得到你的点赞,分享和转发。 如果你不同意《虫子天下》的点评,《虫子天下》恭候您的意见。 周王二十八年,周王去女娲庙降乡,女娲宫中,不和一阵怪风掀起为慢,露出女娲真容。 刹那之间,周王就被女娲的美貌吸引,当时情不自禁,在罩壁上提诗一首,以取回常乐式君王之语。 表达了跟女娲共服无衫的愿望,凡人敢如此欺负神仙,女娲当然十分愤怒,立马决定显示一个灵感,亲自出手,杀掉周王。 未曾想,却在半道两道红光拦住去路,这个时候,女娲才冷静下来,掐指一算,发现周王还有二十八年的气韵,自来天命难为,圣人也不能例外。 于是,女娲没法杀掉周王,只能样样而返,女娲宫中祭出万妖藩,召集天下万妖,寻求别的方法。 于此而言,周王的性命其实是殷娇救下来的,当时,殷娇已被策立为东宫太子,是殷商下一任大王。 可妲己进攻之后,为了争夺殷商气韵,千方百计陷害周王原配江后,那个时候,周王跟妲己正密礼调游,好的无话可说,因而妲己有什么圈套,周王能不乖乖往里钻吗? 最终,江后被打几害死,殷娇和她的弟弟殷红因为受到连累,被周王派人追杀,幸而朝堂上的镇殿将军方毕和方香还有点正义感,带着他们反出昭歌。 本以为这俩兄弟能好事做到底,未曾想他俩却半道而别,只留俩兄弟各自奔向东路,南都,向东南两阵诸侯搬请援兵,东南两路何止千里之遥。 俩兄弟又从小锦衣玉时,从没出过远门的贵族,因而走了没多久,就先后与商荣府,轩原庙,被追兵拿获,回到昭歌之后,周王二话不说,就是推出五门斩首。 殷交大声疾呼,愿带兄弟去死,只求诸位大臣出面,留殷商一条血脉,势到危急关头,黄飞虎,笔甘等无计可施。 幸有铲教十二金仙当中的广城子,赤金子闲来无事,路过昭歌,被殷交殷红两道怨气阻住云路,当即掐指一算。 原来这么回事,于是刮一阵狂风,令黄金立士出手,将殷交殷红带走,带走干嘛。 受俩兄弟为徒,教授他们武艺,让他们将来辅佐江子雅反对周王,那么广城子,赤金子,还是单纯地被两道怨气阻住云路,还是单纯地同情殷交殷红俩兄弟的遭遇吗? 俩兄弟朝拜周王时,女娲就已探出,这二位都是有名神将,都是相当厉害的人物。 于而,当俩兄弟同周王反目时,广城子、赤金子恰到实际的出现,是不是也跟神将二次有关呢? 其实,风神大劫即将开启,产教十二金仙杀劫林申,为了杜劫,原始天尊都特地毕恭执讲,让朱弟子寻找杜劫的方法。 如此紧要关头,闹个不好,千万年道行即将毁于一旦的时候,广城子、赤金子竟然还有心情足踏白云贤细耍,他们就是这么不拿自己当回事。 总之,广城子、赤金子受阴交阴红是有目的的,阴交阴红也没让他俩失望,山上学艺期间,一直对周王保持刻骨的仇恨,尤其是阴红,一提起周王就能泪流满面。 一直到周王二十三年,殷红学成下山,下山时因为发誓要福州灭伤得到师父珍藏的所有宝贝,本来他心底深处,也是本着福州灭伤为母亲报仇的想法去的。 未曾想,却在半路遇到深宫报,并听到了那声封神中最恶毒的诅咒道友请留步,之后,殷红太极图中化为飞灰,殷交闻讯,一而返舟,当师父广城子下山,当面亲自责问时,殷交能流着眼泪回答,弟弟何姑,竟遭此惨祸,弟弟殷红到底犯了什么错,非要让他尸骨无存吗? 母亲去世之后,殷红是他唯一的亲人,是他在世上唯一得暖色,可现在什么都没了,那么,世界的好赖还跟他有什么关系? 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为弟弟报仇,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殷交与西齐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。 江子雅等乌可奈何,只能请老子,西方皆隐,妖斥金母,以及玉须元氏天尊等四位圣人出手相助,借来离地雁光旗,青莲宝色旗,素色云锦旗,以及姓黄旗,才一宝旗困住翻天印,然后再将阴交逼上旗山,架在山中,用一百张离离掉了阴交的脑袋。 阴交就这样死掉,对此,你怎么看?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谈古到今,订阅我,关注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